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手一颗敲着四成一格的节奏 老板娘熟练的打着新鲜鸡蛋 一个又一个跳进大桶子里头 在桶子都要取得很感受 另一头老板娘的大女婿 仔仔细细的清洗猪肠子 离里外外做好清洁功夫 才能将两者做结合 一手捏着猪肠子 另一手手忍的一推一拉 将满满蛋液均匀的灌进去 还得推出多余的空气 这看似简单的步骤 却是蛋肠口感好坏的关键一意 不记录一生的意思就是 它这样在灌的时候会有空气 会有空气的时候 我们要挤的时候 要挤回桶子里面 把那个空气挤压出来 这样做出来蛋肠 你切的时候里面 不会有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 挤出空气口感才能绵密 另外老板娘还得随时留意 若是肠子有破损 也得及时补救 用绳子把裂口处绑紧 避免蒸煮时占之外溢 肠子它遇到热水它会缩 然后在水里面 让它那么烫的温度 它如果缩的话 蛋汁会流出来 流出来的话 我这一条就变成MG品了 灌进饱满馅料的蛋肠 一个个放入热水中滚煮 直到颜色逐渐变成鹅黄色 起锅时也得小心翼翼 老板拿着长棍子一圈圈串起 看起来就像圆滚滚的甜甜圈 之后还得用清水轻轻洗过外皮 以风扇吹拂放凉 切成一小段一小段下锅卤 只见外层猪皮慢慢缩卷 仿佛替蛋肠穿了左身衣 勒出咸咸细腰 因此被誉为火锅界马卡龙 老板娘也会裹上薄薄炸粉 让颜色从鹅黄转为金黄 看起来又有点像迷你版鸡蛋糕 撒上薄薄胡椒 吃起来外酥 内嫩 带点Q脆 拥有机器取代不了的独特口感 你如果说用那个机器来做的话 因为那个肠子的大小 肠短 还有你看刚刚在做的过程中 有时候会破掉 这都是机器代替不了的 所以肯定是要用冷宫 制作经验长达20多年 老板娘吴金雪因为身体不好 曾经短暂停业2到3年 后来在顾客的深深呼唤下 找了大女婿来帮忙 还让手工蛋肠 乘去讲服务 我第一次来到基隆的时候 我就跟我老婆说 基隆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 做蛋肠 在台湾来讲算是比较特殊的 然后也是一个传统产业 觉得不做 那时候他们说不做的话 蛮可惜的 经商的大女婿郑敬文 原本都南亚各地到处跑 但不舍传统产业没落 加上真的很喜欢台湾 决定驻扎基隆 投入复兴行列 让更多人吃得到最强火锅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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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